一邊分享進來事務 手上動作也沒有停 一份又一份的公文等著校長批 眼看正職開學之際 正是學校最忙的時刻 不只要確認學生的備課 代理老師的動也要補好補滿 以前可能就是7月份 都是在招考代理老師 到8月初大概就從容都會定案決定 今年比較特別 今年是全國性的問題 就是以前是大家要當老師 現在是今年我們大家都在找老師 經過很多招 請同事或是請家長 或是請其他的親朋好友 大家互相推薦 動用各種關係還有人脈 趕在開學之前壓底線把代理老師的缺額通通補足 在全台大鬧代理教師荒的時刻 只要有找到就已經算很好了 而這個代理老師到底有多缺呢 我們光看到台北市的部分 截至今年的8月25號 高中以下公立學校 還有代理老師缺額學校是高達了70間 而這個名額是來到了117 連續十幾招還招不起師資的學校 這狀況在台北市比比皆是 卻也是歷免罕見 以往找不到代理教師的窘境 多半只會發生在偏鄉學校或是離島 而今年因應教育部要求代理老師比例下降 從原先的16%降至8%以下 讓各縣市大開正式教師職缺 算一算全台共有6200個缺額 許多以往沒有考上的 今年都如願上榜 當流浪教師幾乎都上岸成功 也連帶造成了原校代理代課教師 人力缺口突然爆量 其中就是以雙北學校影響最為劇烈 代理老師他的一個起心每一年都一樣 他沒有像正式老師這樣子 他可以隨著他的年資去做一個調升 勞動條件 當然還要不斷的去修正 再加上我們剛剛講的 你要提升老師的一個社會的一個地位 我想從工作量 從整個那個社會怎麼去看待這個老師 讓更多的一個年輕人 願意投入教師的一個職場 這才有辦法補充一些心血進來 當全台代理老師都能夠完整領到12個月薪水 雙北也不再握有優勢 就算首都喊出了起心3.9萬 可以續心的條件 在填補缺額的進度上 還是難看見起色 也讓北市教育局再寄出急救措施 我們已經要求學校優先請現有的校內老師 先進來進場支援擔任導師或者是行政 假設真的在開學之後還是聘不到代老師 我們會請代課老師或者是校內的老師來超終點 或者是說有一些剛剛退休的老師 他回來堅韌部分的課程 那這些都可以協助學校處理課務的問題 這個更長遠的一個影響就是你沒有足夠的一個量來補充 然後沒有一個穩定的一個資資 那這個對學生的一個收繳品質 對學校的一個穩定度 那都是一個很大的一個影響 盤點實質量能還有未來幾年的教師退休潮 關乎培育未來動良的教育 不管是正是老師還是代理老師 面對缺額的問題 還得要全面規劃從長計議 體育新聞鄭盛維成文月台北採訪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